国教署这里啦 你可以看到国教署大概从3.9亿啊 到这一个4.9亿这样的情况 那因为事实上教学教师最重要嘛 教学资源人员重要 所以我们增加的经费都会重点 以增加这个教学人员教材的这个的订定 这个为主要的一个思考 这个是就是我想回应 也是回应其实委员的这个的关注啊 我们把它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 好 但是我想大家非常关心 就是说本土语言教育当然必须反映在预算 还有师资 还有未来的课程上面嘛 是 所以我也注意到哈 你在今年9月初的时候啊 媒体有报导 说因为12年国教会更重视本土语言教育 是 那你表示啦 这一个12年国教的课程总纲在105年要完成 包括闽南语等本土语言课啊 连你纳入这个课纲中 由现行的选修改为必选修 这个是你讲的话吗 对 这个我想应该把刚才您的陈述 我稍微再做一个rewarding 因为有一些部分不是完全 又有变化了吗 不是不是 因为你讲了105年总纲 因为我是要讲的 103年是总纲 105年是课纲完成 所以说您刚刚讲105年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数字至少先把它澄清 我也做了这个承诺 或者说我一向用的都是建议的 就是说我们会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会把它过去从一个选修的概念变成必选的概念 这个是我也我也做了这样子相关的承诺 而且已经不是一次了 也就是说比照国小做法 列入正式的课程 国中至少会有一节本土的语言课 来让人家必须修 就是做出的这个建议 就是这个方向的建议 就是请他们这个课程发展委员会 要把这个考量放进去来做适当的一个处理 这很好 因为我觉得一个教育部长 一个政务官是要有政策的方向 不能在什么都是委员会 或像我们现在政府 真的很多都外包 就是一大堆约聘雇 这个真的是政府 尤其是政务官 那我就要询问 因为这里面设计很多配套 而且我想先了解一下 目前审议的阶段到什么阶段 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其实总纲 其实到年底其实基本要出来了 所以说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在做讨论 那讨论出来以后 这个要送我们的审议会 进一步的做审议 那我也责成他们要尽快的把这个东西送出来 因为年底之前 基本上应该要送进我们的审议委员会 做进一步的审议的相关的工作 所以正在进行中间 好 年底之前 是要送进这个审议会 大概时间的安排是7月一定要到位 在7月之前 我审议当然要一段时间 所以原来的时程的整个规划 是在年底应该送进这个我们审议会 来做进一步的审议的相关工作 现在问题来了 你的政策方向也清楚 而且时程也有 但是如果你的承诺是有效的 这个政策方向是对的 那你的失之问题就变成当务之急 对当然 失之也会反映在很多未来的课程 还有预算上面 那在这个方面 你有什么配套的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其实本土语言的这个培训 我们现在当然一部分也是在这个 即便在现有的失之的培育的过程中间 我们也要让他把这一部分相关的课程要排进去 也就是说你是老师 你也许是学数学 是学英文 你要你的 你未来是做英文或数学老师 同时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本土语言的学习 也有一定的课程要做必修 也就是说这个是从一个失之培育 这个是一般的老师都要做 对于当然是在语言方面的教师的 让他能够透过认证 透过方面取得这一些 我们也要做一些努力 我也请他们在既有失之里面 或者是未来可能要当老师的 也去开班 开研习班 补助他们认证 相关的这个配套应该都要到位 因为时间已经很急过 所以我必须要看到你反映在证证跟预算上 在旧债 就是时程跟规划 你那个目标 比如说你要培养多少师资 那哪一些是真正 由这一个本科的 比如说我们台语文的相关的科系所 这些包括这些教师啊 来提供 那哪些还是以前的 事实上过渡实习的方案 到底要过渡多久 就是说 你的那个2688的专案 这个不断的用一些现有的老师 然后去受课 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修72小时的这个训练 三十六小时了 呃72 七十几 三十六 三十六 对 三十六加三十六 三十六小时 对 的一个训练 然后就可以来 兼这个课嘛 我要知道这个总量 还有这个比例 还有你怎么样反映在预算 是 跟师资的这个数量 这个会是一个plan 这个你也知道 就是说 如果这个领钢 就是说钢要105年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要做准备动作 106年107年才会往下发展 我们这几年做的优先 先做的优先的部分 先在于既有的师资 我们希望他过去是透过上课 研习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也订定一个目标 在105 100 明年要到达30% 一定通过认证的 到后年 要104年有60% 到105年要百分之百 这个是先把既有的师资 我们也要先先把它强化 这是一个现在比较early的plan 进一步的向后的一个相关的规划 当然其实就要 现在就要开始规划 可是因为他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也要稍微去做一些 评估就是说 因为其实现在在小学里面 有上课语的 有上原住民语的 有上闽南语的 都有 当然这个比例 是不是未来在国中 也会是这样子的发展 我们也要注意 所以这部分也开始已经做 在做功课 要让这部分的资讯 都比较清楚以后 我们从师资培育的角度 就要进一步的再跨入 去做比例 我举一个很清楚的数字 比如说台湾目前有31个 台湾语文相关的系所 23个学校有32个系所 你很多的这个并没有去 就是说你会 就是相关数量 未来我想 一些学生也会毕业 那结果他进入到 要去任教的时候 就涉及到说 他当时在台语 语所的这些学校 有些没有开设 国中课程 或相关的这些 你怎么让他能够进入 这个来教授本土语文 这部分就要看 当然一种是他走的是 私培的概念 这是一种可能 他有私培 透过私培的管道去做 如果是指 比如说你刚刚特别举例的 台湾系 台湾语文学系 或者是有客家学院的 客家的相关 是不是就是说 因为在这些他的毕业 他要去担任老师 因为毕竟你了 老师还是要考证 对不对 老师还是有教师证 教师的这些相关的作为 这一部分还是要通过 所以说这一块 就是说我相信 应该要做进一步的 一个讨论 来看看怎么样 让他还是取得 教师的资格 因为我希望 现在当然是有 本土教学的资源的人员 他未必是 他也许有通过认证 通过这一部分 可是他如果真正的 要以正式的课程 来看的话 他必须是老师 老师的话要有教师证 基本上大的方向 你必须朝这个角度来看 那这个就要做 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努力 跟相关的配套的规划 现在就是说 都在讲进一步的努力 跟配套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十二年国教上路之后 我们的国民中学的 本土语言课程的师资 可能就明显不足 那你到底目标多少 然后他的师资 从哪里来 比如说我认为 有两类是应该 你要作为一个很重点 去推动的 一个是有本土语言相关 系所的毕业生 设法让这些毕业生 有管道去休息 国中的教育学程 另外呢是有心从事 这个教学的这些 合格的教师 那比照其他的科目 订定科目学分的对照表 要求他们修习 一定学分的相关课程 就能够 发能够任教 我意思是说 你要反映在 很具体的师资的数目 然后它的来源 然后一直反映在课程 然后你要编列多少预算 不然我只看到 这个能不能真正对本土教育 起根本的作用 还是看不清楚 看不到 我想 我想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 您刚刚谈到12年国教 12年国教 明年8月1号正式上路 当然是我们这次 第二阶段 第二波的克刚跟领刚的发展 要到105年 才到位 当然可是这个是 有一个时间落差的 所以也就给了我们 一个准备的时间 可以把这时间做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 在师资的培育 有师资培育的大学 或者说有一般的大学也做 比较多元在做师资培育 过去譬如说你中文系的 对不对 你可能走到以后 可以去教国文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我们也愿意来做思考 未来在本土语言的 这种教学上面 这个可行性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愿意进一步的来演绎 来做适当的一些处理 这个报告 说实在 还是没有反映 我们希望你达到的目标 然后你的计划 反映在未来的师资 课程预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 真的是太过 这个 李委员 其实您刚开头才说 今天要勉励一下了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又变成变化球了 没钱是万万不能 但有钱也不是万能 我希望预算反映是 最后的课程 整个都能够让我们的 本土教育 语言学习 能够提升 其实这个我支持 就是这样子的思考 我们会更详细的进一步的 针对这整个发展 我们一步一步到位嘛 我们经费也到位了 对不对 我们进一步的 师资的培育课程教材 还差很多啦 好啦 先 好啦 好啦